先幫他把妝前的皮膚先照顧好 我要用這一個妝前的打底 這罐粉紅色的妝前保濕的打底 它是可以讓我們的皮膚 水油平衡的一瓶 保濕 它是有添加海藻的保濕成分 所以它可以水油平衡 可以該補水的地方補水 然後出油的地方 它又可以幫我們做控油 有重視 很貴 這一瓶 這一瓶不貴 因為瓶油含藻以為會很貴 對啊 就是它抹上去保濕 可是它不會讓你覺得 黏黏的 很保濕 而且它的保濕是一種 不是那種油光的保濕 你會覺得好像皮膚有一種 那種激透的感覺 完全不會黏 有時候很多皮膚敏感的女生 在上保養品的時候 她會喜歡這樣搓來搓去 所以我都建議說 你皮膚比較不穩定 容易泛紅的女生 你上保養品就是用 不要拉扯 好的 好 接下來 再一個步驟就好了 就要來上粉底 對 這瓶粉底算是目前業界 算是分子最細的一瓶 奈米級的粉底 這一個 很像精華的包裝對不對 他們家就是訴求可以上妝間 去保養 因為它裡面有一朵花 是來自阿爾卑斯山 海拔3000多公尺的 這阿爾卑斯山的這個雪絨花 有很好的很強大的防禦力 就是皮膚比較不穩定的女生 雪絨花就可以讓我們的皮膚 可以抵禦外界的刺激 比如說日曬 壓力 或者是一些那種環境當中的一些 烏染源 同烏 同烏 吳明老師 你說我很適合 然後這粉很厲害 它是用那個唯爭技術 業界獨家的唯爭技術 就是它把所有的粉研磨 再研磨到奈米級 就是頭髮的這個千分之一的 這麼細小 所以它的粉上上去之後的好處是 不會卡在那個什麼 細紋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 它就像這樣 感覺很水 對 然後我建議大家用 很少 才一小滴而已 半邊 然後你要用那個粉底刷來上 它有深色的 它有兩個色號 只有兩個 對 很水 很水 真的一點點就好 我跟你講它 它真的很像精華 你們不要貪心 它還滿 遮瑕力滿強的 然後延展性很夠 延展性很夠 然後非常的好推 所以一定要用刷子 老師 不能用手 它是不是有金粉 所以東西很亮 對 它的粉好細 很細對不對 因為它的粉體就是讓你可以有 那像珍珠貝殼的感覺 對 很厲害 一擦上去擦好多 你看它的皮膚光澤 等一下 你有上嗎 重點是 你有上嗎 我有上 你看 真的有 你看 是不是兩邊有擦 真的有 真的有 這樣很薄 你有上嗎 女神光 而且它不會 重點是它雖然發光 是光 可是它不是像有些油氣墊 那種油光 油光你是在台灣是待不住的 這個光是 就是把你的底層皮膚的光澤 把它誘發出來的感覺 因為那個奈米的粉體 你就不用擔心卡粉 好 漂亮 就是它的那個 而且很多人的額頭這個地方 因為會有很多的抬頭紋 或者是比較疏於保養 細紋 所以這邊細紋會很多 所以會有那種卡粉的感覺 但是這瓶完全不會 可是真的 老師妳現在全部上完 我都沒有覺得我有上粉底 因為真的沒有那個 可是真的有差 真的有 而且它厲害 這邊現在就是女神光 真的 妳還可以疊擦 可以疊擦 就是如果妳要補妝 妳就不用再補粉餅 妳到下午就把這瓶再把它 所以妳不用把它推掉 對 因為它也不會調 就是如果妳在補妝 像我很乾 我就怕疊擦 所以我都會先把原本的妝 推掉 不用 不用 因為它這真的很薄很透 非常透 而且像它有一些 它泛紅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小瑕疵 雖然它很透 但是它其實因為它發光了 有那種絲綢的那種光澤 所以它可以把一些瑕疵 用光來做引擎 皮膚就 好美喔 這色好好喔 而且就小一號的感覺 重點是你看它的蘋果肌 就是 整個是Q的 妳這裡怎麼了 眼睛周圍的細紋 反而妳畫了妝以後沒有細紋 對 然後妳沒畫那邊 還是有差 所以還是有差 以為自己素顏多好 原本妳覺得它素顏很正的有沒有 對 原來想說應該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但是一擦完那薄薄一層 還是覺得那個亮度的不一樣 所以人還是不要比較好了 所以如果你跟慧如一樣 就是花一點點粉都很難耐 所以這瓶粉底妳就一定要用 青豆油沒有負擔的粉底 是台灣女孩的好朋友 讓你散發自然的女神光 所以可以幫忙 最難看的人 是 牽涼的 不停 但 那個 能夠 感谢观看